富士多功能聚会所近日修上完成之后还真摄了遮阳设备 让民众在打篮球的时候或者是在周边举办活动的时候呢 都可以不用因为下雨而要中断 让整个运动聚会所是更加的人性化 富士村多功能聚会所修上完成之后 让主人们来到这里打篮球或是办理喜宴 一整大型宣传活动等等 让大家有一处方便的活动场所 而这次修上更加用心 在篮球场地周边环境增设的遮阳设备 遇到下雨的时候可以展开使用 让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日前多功能聚会所的这一棚的设置 非常感谢长官播了这些预算 也造就我们的当地的乡民 在使用上的方便 针对富士村近期才刚完工 也让我们的多功能聚会所 在使用上非常的方便 针对喜悦也好 还是在运动也好 这可以遮疑也让我们的所有的乡亲 在可以阻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最后非常感谢我们的乡长王梅贵乡长 以及我们的代表会赖金杰主席 针对这个一些的地方的建设非常的重视 非常感谢他们 新闻下长王梅贵表示 相当之后就开始在各村办理 与相当有约的基层座谈会 从村民的反应之下 公所并且编略预算来进行修缮 或是增加设备 希望透过大家的建议 让富士村多国人聚会所能够更加冷静化 达到最佳使用效果 记得请订阅我的频道